姐 你怎么了 刚刚在电话里 感觉你怪怪的 是不是手术没做成功 身体不舒服啊 我没有做手术 没做 那 小外甥还在里面呢 还在我肚子里呢 那你这是干什么呀 其实我本来就没有打算 不要这个孩子的 姐 那你干嘛跟姐夫离婚啊 孩子都要生了 又跑去离婚 你也太吓人了吧 姐 姐 你这孩子要是生下来 那你 你不是等于是未婚妈妈了 不是 你就是一个离婚妈妈 你就是一个离婚妈妈 你将来一个人带着个孩子 怎么办呀以后 你想过没有啊 莫莫 这个孩子 我要是不生下来的话 我将来有可能就 生不了孩子了 我以前总说 不想要孩子 不想要孩子 是因为时机不成熟 其实我 在心里还是很喜欢小孩的 如果这辈子 我不能有一个孩子的话 我想 我会终身遗憾的 您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我能理解 我是骗肚子昂的 如果我不骗她的话 我跟她不可能这么利索地 就把婚给离掉了 她可以没有我 但是她碰了没有这个孩子 可是我跟她一起过日子 我又觉得实在是 太累了 过不下去 姐 难为你了 那儿 咱们家 现在是 要房子没房子 要工作没工作 可是 你要是真的把孩子生下来 那不是更累吗 你这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 公司的事怎么办 你想不没有 公司的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谁说孕妇就不能开公司了 谁说孕妇就不能工作了 你姐姐我是谁呀 赵雅能把公司开得好好的 工作做得好好的 放心吧 我挺得住 刚才你在电话里面哭什么呢 没事 就是刚才 在马林家收拾东西 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没事了 孟孟 现在咱们的耽误之急 就是赶紧把房子买回来 看我们一家子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特别是爸妈 都这么大岁数了 咱不能委屈了他们呀 钱你带了吗 带什么 走 好 请让我们查一下幸福小区三号门四零二这套房 对不起小姐 这套住房我们上个星期就已经售出了 卖了 这才多长时间了 你看清楚了吗 还能是那么冷 别卖得出去吗 不好意思 我这里显示的查清结果确实是四方已收处 要不我们再看上别的 不不不不 整个小区我们就看上这一套房子了 麻烦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帮我们协调一下 小姐我刚刚又查了一下 这套住房还没有过户 只是付了定金 现在有两种方法 一是你用双倍的定金 赔偿给原来的业主 然后赶紧把房子买下来 过户 定金多少钱 十万 双倍就是二十万 二十万 我说你这不是合人吗你 那第二种方法呢 第二种方法就是你们自己找业主协商解决 那业主的这个联系方式能不能给我们一个 不好意思 我不能把客户的电话给你们 我真的无能为力了 那你不是废话吗 妈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不告诉我 我就在这门口蹲一天 看你还做不做生意 不行 你成这个样子 我可跟你说啊 他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今天也完了 奖金就没有了 这就是那位业主的电话 你记一下吧 但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这不是都找了电话吗 你没认识啊 我说你把我爸妈接过来 你从内部我打着招呼吗 你说你这像什么话啊 什么 别生我气嘛 我做的这一切我都是为了你 你看你爸妈多开心啊 脸上就写着喇字 幸福 这些 除了我谁还能给啊 余诺诺 我说过了啊 这跟余诺诺没有关系 我感谢你对他们的帮助 但今天 我必须把他们带走 杜晓 你别欺人太甚 我告诉你啊 我为你做的这些事 你是装看不见你 还是真看不见啊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问你 你闯了那么大的祸 是谁毫不犹豫 向你伸出援手的 你爸妈来城里无家可归 是谁帮你擦屁股上后的 是我 我 不是余诺诺 难道你觉得我命界 我一定要这么遭见我自己吗 笑容啊 我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但是这是两回事 你懂吗 我跟余诺诺现在离婚了 我爸妈住在这儿来 这 这太不合适 你懂吗 你懂吗 还是一个余诺诺 你怎么就不合适了 而且我们本来就是夫妻 就算不合适又怎么了 你怕被谁看见啊 你诺诺的电话 你接啊 喂 杜晓鸥 我在我们家楼下的房屋中间 赶紧过来一趟 等我一会儿啊 有点事要出去的 你不能走 你给我回来 不能走 快走 小丑 对不起 我现在必须得把我爸妈 先安顿好 我说过了 我欠你的钱 一个月之内还给你 你放心 闭嘴 杜晓鸥 你要想借走你爸妈可以 但是你不能走 你要想走也行 把你欠我的钱还给你 一分都不能少 现在 有你这样的吗 你这不是抢抢民女服吗 你少在那儿臭美了 我抢你回来有个屁语啊我 我告诉你杜晓鸥 我一方面是为了小鹿 另外一方面 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这一年多了 我上蹿下跳地讨好你 可是你们家人 像看耍猴一样的看着我 我一句好话都没放下 那个余诺 把你们家人欺负成什么样了 你们还把他当宝贝 我告诉你杜晓鸥 我不让你走 并不是因为我对你有感情 而是我绝不允许 绝不允许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笑话 既然你对我没感情 你说你这样做又是何必呢 童小 我现在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临了两次我了 你根本就不了解女人 对 我就是不了解女人 我欠你的钱 我现在没办法还给你 你等我把我爸妈安顿好 我就回来给你当人治 行不行 不了解 不了解 可以慢慢了解 两个小时之内 我必须看见女人 不然的话我就上边接你去 你怎么这么慢啊 刚把我爸妈送回家 回家 你把他们送去哪儿了 还能去哪儿啊 在这城里边我有几个家呀 不会吧 杜晓鸥 你让你爸妈 我爸妈 我和墨墨 我们六个人住一套房子 你没毛病吧 不是 你听我说 就几天的时间行不行 你们就算帮我个忙嘛 没别的事了吧 我先走了 你给我站着 谁让你走了 还有什么事啊 你装什么傻呀 我问问你 你把我爸我妈的房子 买下来干什么呀 行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就告诉你 那个老房子 我肯定是要买下来 还给你们的 我必须这么做 杜晓鸥 挺藏的够深的 你哪儿来的钱呢 钱 我跟朋友借的 不管你是偷的 你还跟朋友借的 你要是真有钱 就把钱还我 谁让你替我们家买房子了 多辞一举吧你 这是我们余家的事 跟你信杜晓鸥 一点关系都扯不上 杜晓鸥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你把房子 买下来还给我 我就可以原谅你 你现在就去 把房子给我退了 十万块钱还我 余诺诺你还讲不讲理啊 咱俩婚都离了 你管得着我吗 告诉你 那十万块钱我不还你 我会按离婚协议上写的 每个月付你一万块钱 我一分不少你的 我的钱怎么花 那是我自己的事 杜晓鸥 你臭流氓 你混蛋 姐姐姐 别追了 你没听见吗 人家把离婚协议书 都给搬出来了 有理有据的 追的也是白追 萌萌 你都看见了吧 这男人一离婚 立刻就翻脸不认照 什么意思 姐 我反正是看出来了 人家姐夫啊 是想把老房子买回来 还给我的 他这是良心受到谴责 想要赎罪 你就让他赎呗 你瞧你气的 这万一气坏了身子 这幽里无差 他妈不得杀了我 十万块钱 就是要把良心债还了 咱们家那老房子多少钱 他还得起吗 他能上哪儿坑门拐骗了 十万块钱 这摆明了恶心我 余梦梦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别再管他叫姐夫了 你记不住啊 行了行了姐 我听你的 咱以后啊 别给亲肚子置气了 行吗 咱们回家吧 回家 家里有我们待的地儿吗 姐 来来来来 我说亲家啊 我说亲家啊 不能这么叫啊 余教授 老王 你说咱们六个人怎么睡啊 你让我们俩睡哪儿啊 是这样的 房间已经给你们腾出来了 而且我还打扫干净了 你们现在就可以搬进去住了 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其实我们俩睡这儿就行 到时候你那宝贝女儿回来了 又会跟我们发脾气了 要 要我说呀 我们俩走吧 别到头来又把咱们给轰走 看你说得那么可怜 曹大姐真是 我看小杨的爸爸刚出院 需要赶紧休息 你们赶紧搬进去住吧 两个女儿 我让她们睡客厅 就睡沙发就行了 让诺诺睡沙发 不行 她不能干 能能能 他们听我的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真的天太晚了 小杨爸爸真的需要休息 把这样 我们帮他们把行李拿进去啊 来 太客气了 你还不让你们坐一会儿啊 到底是亲家的 小杨说了就两天忍忍吧 我知道 不能把他们轰到马路上去 可这样做得太不方便了 是不是不方便呢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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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也是 现在诺诺也不是孕妇了 睡点儿不行啊 沙发就不错 来 起来吧 慢点 我天 走 你说杜家那俩真的在上面 那肯定在上面啊 那是人家的地盘 咱俩上去别给咱俩轰出来 这不错了 他们敢 你别忘了是杜小昂害的 咱们没地方住的 他们家总得负责吧 你当他们家人 什么奖礼的人啊 我一想着要上楼我就心烦 我一想着要面对他们 我就头疼 反正谁让你睡客厅 我就跟谁急 你别忘了 你是孕妇 是孕妇 孕妇 我警告你啊 上楼以后千万别乱说话 别跟我惹事儿知道吗 震定一下 震定 震定 我尽力啊 来吧 cimento 干嘛呀 augang 她的父母啊 来了 我安排在里面睡觉了 你们俩就委屈一下啊 睡各客厅 我跟你说 你爸呀 他的腰不好 就委屈你们了 妈 我姐他不能睡在这儿 干吗呀 有什么不能说的 爸 妈 我姐他没流产 给我说你个大嘴嘛 谁让你说的 诺诺 你开什么玩笑 你弄什么事啊你 这 你还怀着孩子呢 你怀着孩子 就 离了婚了 我说你孩子 你是 骗了小昂离了婚哪 你怎么从来做事 都不考虑后果啊你 你说 不要接着我 不要接着我 你说这么大个爆炸新闻 要是让里面那两个知道了 那还不得大吵一架呀 诺诺 你太胡闹了 我想要是知道了 那还能跟你有个好 我说你们俩这样 不清不楚地离了婚 早晚一堆是非 不清不楚地离了婚 你看哪 这家就得炒 不炒也掰是不清楚 现在倒好了 两家人挤在一块儿 炒天道方便 爸 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也不会出此下策呀 我跟杜小阳的事 已经够失败的了 不得我在老和丧失生育功能 我这辈子就毁了 莫莫要是这么个情况 她也不能生 回头等我们都老了 我们今儿俩抱一块儿 孤独终老 我想着我都害怕 要不然你俩就别死 你俩就陪我们俩一起死 你这丫头 你又这么跟我讲话 你要再气我 我去告诉杜小阳她妈她爸爸去 你说这孩子怎么 行了 行了 我说啊 你爸说的话有道理 你要这样做的话 不就跟马晓柔一样吧 这 马晓柔 我是说 马晓柔一个人带着孩子 多不容易啊 我才不会跟马晓柔似的 我绝不会轻易放过孩子她爸 等将来我的孩子生下来 我天天缠着杜小昂 我让她还钱 我让她养孩子 我烦死她 不行 不行 今天啊 必须得把话说清楚 老丈心脏一块儿算 笨 就巧个通宵 反正明天我们可以补教了 行了 你们要是进去给他们说的话 我明天就去医院 我把孩子给做 反正活不得牢 也会让他们给气死 爸 妈 还是听我姐的吧 万一打起来怎么办 你们别忘了 我选第一个孩子是怎么美的 来吧 我吃水走路 来 小龙 来 先给你 妈 小龙 差不多了 该睡觉去了 行 那我说爸爸睡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爸爸陪你看完电视 你就自己睡 爸爸一会儿还有工作呢 小龙 要这样吧 妈妈先陪你睡 等一下呢 爸爸工作完了需要休息的时候 妈妈就把你抱到爸爸房间 然后把你塞到被窝里 好 好 那干 干嘛那么麻烦 我陪小龙睡觉 走走走走 我直接跟他睡觉 走吧 妈妈睡觉了 妈妈妈 我说你 你还真说得出口 你怎么不说把自己塞到他被窝里得了 妈 我就是要看看他能嘚瑟多久 一个月期间马上到了 他要是还不上钱我看他怎么办 给我惹急了我直接把小龙塞余诺那被窝去 我彻底断了他后路我 我看呢 这个杜小昂和余诺呢还在藕断思连呢 妈 您懂什么呀 您知不知道像杜小昂这个年纪的男人最需要什么 一 需要钱 二呢 需要孩子呀 这两样我都有 一 逾诺诺诺 要什么没什么 就算他们有那么一点点的嗓 只要我一时劲 这 立马是 就算了啊 您单是来自福建的地方 我说你怎么才回来啊 我在这儿都等你老半天了 我帮你算了啊 你还有两个小时就下班了 我说马大少爷 你这班也上得太清闲了吧 我们一家人为了挣钱买房子 都快把我们给丑死了 你们家人倒好了 一个个躺在家里衣食无忧的 但我一定会认真是什么 你怎么觉得不好 你怎么这么寻找 你怎么这么 amounts 你怎么这么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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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话跟你说吧 我今天就是来跟你谈离婚的 你妈不是说了吗 要给我们补偿一笔钱是吧 行 我同意 咱们今天就签订份协议 我同意跟你离婚 但是 你们得补偿我们一笔钱 跟我们把老房子买回来就行 你怎么这话说得 好像我在逼你离婚一样 谁要跟你离婚 我妈妈 我姐姐 谁啊 谁要跟你离婚 你去跟她离啊 我不管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你知道我们家现成什么样了吗 六个人挤在杜晓郎他们家那小房子里 你就能心安理得地住着大别墅 看我们家人笑话 你还等我是你老婆吗你 我让你回家 你跟我回了吗 回家 回哪儿 哪儿是我家 我们有家吗 那是你妈的家 我们只有离了婚 你妈给了钱 我们把老房子买回来 我余默默才能有个家 OK 你结婚的时候跟我说什么 还记得吗 你跟我结婚不是为了钱 但我觉得我现在想错了 你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钱 你现在离婚也是为了钱 我妈妈是什么 在你眼里 富婆 关事因救世主 什么 好好好 钱钱钱钱是吧 连你也这么认为我是吧 行 我也想让你帮我啊 问题是你有这个能力吗 你帮得了吗你 奇怪 怎么办啊 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球场 下一年的推广宣传招标书 我已经跟市场部总监打过招呼了 他会给我照顾 也就是说 如果把这个项目拿下来的话 买什么房子都够了 你是说 让我姐接这个项目 你觉得呢 可以啊 玛丽 可以啊 玛丽 挺好的 这个办法挺好的 你怎么不早说 你刚刚给我机会说了吗 那我让我姐准备一下 你让他过几天职业来签合同就行了 谢谢你了 玛丽 我立马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姐姐 对了 离婚的事回头再说 你好 我们新见的 老杜丽来了 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啊 妈 你快去这儿再吃吧 那马后边就看了 这 来 来 来 露露露 来 露露 你不是最爱吃这一块 你没气儿的 多煎一点的 来 好 老杜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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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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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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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杜啊 你得吃点鱼啊 你身的油好好补你 我得吃点鱼 这个鱼啊 它就不发胖 干啥呀 卡着了 趁着吃多好啊 味正 我可没那么馋 行了 吃你的 来 老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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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多吃点 补补身子 要不待会儿没了 加点 多加一块 来 行 行 放这儿吧 我就放这儿了 多吃点 怎么 老杜不用补身子 老杜身体是挺好 都被鱼弄得气成这样 弄得也没怀孕 不用补 来 老杜啊 你吃鱼啊 老杜啊 你有点事 别人下块 下块 我姐要做大项目了 我姐得补补身 来 姐 多吃点 吃 吃点 睦睦 你刚才说什么项目 真的假的呀 那可不 我姐的项目要是做成了 咱们立马就把老房子 买回来 赶紧搬出去住 有这么好的事儿 对啊 接下来得感谢睦睦呢 睦睦可是大功臣 她让马丽帮我们 把这个项目谈下来了 太好了 诺诺 再忙也得把身体搞好 多吃点啊 我真想早点 搬回我那房子去 搬出去好 省得你们住我们家 我们看你们脸了 我们还累 你可以不看啊 整天就知道吃不知道买菜啊 以后我们就分伙吃饭 你们家人也看不着我们家人 爸 是吧 真有意思 不就一顿饭吗 没人还给你们 我们买鱼买肉行不行啊 分伙吃 我同意 那太好了 分那么清楚干嘛呀 孩子小不懂事 老杜 来 来 来 别叫 不吃一家人 不吃一桌饭 你吃饭 我给你吃饭 子卖鱼的 鱸鱼 鱸鱼活的 两条 不是 等我 你要疯啊 老婆的 那鱸鱼那儿写着呢 多钱一斤 你看看 十五块钱一斤 怎么了 不是 你怎么回事啊 有五万块钱 你开始嘚瑟是不是 那我连一分一毛都不能动 留着给小昂啊 还债呢 还债 呸 玩个屁 不 不还了 余朵朵不是说她有发财吗 我还那战干吗呀 你怎么没有心眼啊 你没发现那个马晓柔 对咱那么热情 那么殷钱 为了啥你不明白啊 我跟你说 这五万块钱我您给马晓柔 当彩礼我也不给余下还债 你看余下 那二姑娘昨晚上一样 把我气着了 你白贵这么端 当时我也生气 可是你买东西太多了 这东西一会儿五天都吃不完 你别管 我就要给余下给颜色看看 老头子 城里面钱好正 你这我今早干吗去了吗 干吗去了 完了 这份金标书是你做的 对 没错 怎么了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又给余末末 喀了一宫关公司 姐 这份金标书写得非常好 有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任何的问题 妈让我来问问你 这份金标文件什么意思 市长总监说你打过招呼 要关照关照 关照谁 博雅公司 谁的 余末末的 你真行马林 你胡闹吧你啊 姐姐姐 你听我说姐 姐姐姐姐 听我说 余末末他们家 现在真的很惨 我求求你 你帮我劝劝妈妈 我们就帮他们一回行不行 就一回 他们家惨不惨 关我什么事啊 而且你和余末末 马上要离婚了 好像以后余末末的事 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对吗 你听我说我们离不离婚 这个无所谓 就算从道义上讲 我帮她也会怎么了 夫妻一场啊 对不对 对 要帮你帮余末末去 你怎么能拿咱们家的钱 往她挤着兜里塞呢 你知道吗 马林 现在你姐和你姐夫 马上要复婚了 就是这余末末 横在我们中间阻碍我们 我告诉你 这节骨眼上 你不帮我就算了 真的就算了 可是你怎么能够 帮敌人的甜蜜上加法码呢 你缺心眼啊你 别拒绝我 好 可以 这是不是我的 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 你们告诉我了 公司分明 公司分明 我现在就是公司分明啊 既然这件事情 是在我职权范围之内的 我选谁 我做主 行吧 我今儿就给你一机会 我让你学习学习 什么叫企业管理 这份竞标书 你让余末末拿回去重新写 包括整体创业案 分明项目执行策划案 预计宣推效果 全年级分月项目预算书 以及项目推进时间节点计划表 还有他们公司的组织构架图 还有为这个项目 专门成立工作组的人员分工 人员简历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们公司的成功案例 这一切呢 都要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做 有问题吗 姐 这个竞标书 是不是你没有看啊 你刚刚说的这些上面都有 为什么要重新写呢 对不起 在我这儿通不过好 你故意的是吧 你给人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能让人再重新写一份 写不出来就拉倒 好 我辞职 再来一杯 来啦 清蒸鲁鱼两条 我走啊 来 诺诺单独吃一条 大我吃一条 诺诺你得好好吃啊 别因为吃得不好耽误发财啊 诺诺你流产了 需要好好地补一补 这都是小昂那捅的楼子 我们家一定要为你呢 负责到底啊 负责 这真要负责的话 责任可大了去了 我怕说出来 你们没有心理准备 什 什么 吃饭吃饭 哪那么多废话 不说话了呗 吃吧 吃吧 今天这桌菜啊 才叫是给人吃的 不许胡闹 好 你们先吃 我公司还有点事 我先出去一趟啊 这么晚的去公司干吗呀 我这个东西需要改一下 我要晕一下谢阳 你们先吃啊 晚上先等我 你路上小心点 没事 妈 没事 你笑我一下 来吧 老多了 别客气了 你一人吃吧 好好地补一补 我们今天吃这条 我最喜欢吃鱼头 这鱼头一吃得聪明 就跟你们变得一样聪明了 露露 这时间也太紧了吧 我跟你说 只要今天晚上 我们把这策划书写完了 那边有马琳达 明天把策划书 你叫这个单子 就是我们的了 露露 这个 这个我也做不了啊 我知道时间是比较紧张 所以我才把你给叫回来的嘛 咱们只要加油 只要努力抓紧时间 肯定能做出来的 这样 咱们抓紧时间 我现在开始订餐了啊 叫外卖想吃什么 真的不行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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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咱们熬一个通宵 这么多了 反正不行 怎么不行啊 以前咱们俩不是经常 一块儿熬通宵 写项目吗 露露 我 我 我今天晚上 我有事儿 有什么事儿啊 把它推掉不就好了吗 你不跟我说了吗 事业最重要 尤其是过了三十岁的女人 一定得靠自己呀 算了吧 靠自己比靠男人还靠不住呢 我真的有事儿 我今天晚上我帮不了你了 谢阳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看见公司 现在快要不行了 你想跳槽 你想背叛我 什么呀 你说什么呢 不是 我就是挺失落的 我突然觉得 我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 每天我都是生活在希望里 结果呢 我总是以失望告终 快十年了 我已经绝望了 没错 以前我们年轻漂亮 我们可以去谈生意 我们可以谈成生意 可现在呢 一群八零后冲过来了 八零后还没站稳呢 一群年轻漂亮的九零后 又冲过来了 我现在真正地明白了 我们是拼实力 拼精力 拼能力 我们都拼不过别人 对不起 诺诺 我真的不能帮你了 欣扬 我求你了 你一定得帮我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你不能够不帮我 你一定要帮我的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快结婚了 我说谢阳啊 你别动了 行不行啊 前两天还没有一个 一个什么人的 什么为婚夫啊 哪那么快去的 说的是真的 请进 诺诺 我不小了 我真的累了 以前你跟杜小杨认识 没几天 你们俩就结婚了 我希望你能体谅我 你一定能够感受到 现在谁能够给我 简单安定的生活 不就可以嫁给谁 我时间不多了 诺诺 对不起 如果你需要我 给你打辞职报告的话 我明天给你传证过来 谢谢啊 谢谢啊 就点下来 是吗 天天 你听 你听 你跟你的朋友 都是马来西亚的 你应该叫马来西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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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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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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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熬了 要不我明天给马妮说说 让她再给咱们给时间 墨墨 商场上这些事你不懂 甲方给了时间就没得商量 为了赶紧结束 这集中营一样的生活 这得拼了 姐 你就是太认真 挺简单一事 非搞得那么复杂 行了 行行行 弄吧 我去睡了啊 余诺诺 你不需要帮助 什么解阳啊 周童啊 见鬼圈 你一个人也能醒 余诺诺 过了今晚 谁也别想再欺负你 姐 你还没睡啊 别跟她较劲了 我能不较劲吗 我今儿晚上必须给她弄出来 要不然明天这事就黄了 谢阳啊 谢阳 你早不灰心 晚不丧气 偏偏这个关键时刻你飞了 你这就是背叛 彻头彻尾的背叛 姐 要不把杜翔叫来 让她帮你探门 她有这能力嘛 她不给我捣乱就不错了 不提她还好 一提她我就来气 她还在房子那儿压十万块钱 不想什么呢 神经病 锦无压力不出油 人无压力 轻飘飘 这个潜力嘛 有的时候可以逼出来 是吧 睡了啊 对啊 凭什么我在这儿拼命 她才能睡到觉啊